這把看一下 又是狼啊 我操 我怎麼兩輪當狼啊 這軟件有問題啊 要麼一直做狼 要麼一直做兔子 做個小狼仔 跳個狐狸吧 哎呦 肯定要刀個狼 刀誰 刀誰 隨便刀一個吧 11號跳狐狸吧 那誰跳熊 7號跳熊吧 7號黑男王 7號肯定要跳個神啊 7號跳熊 11號跳狐狸 別刀人 不要刀人啊 你萬一把真的蠢刀了 他那個人沒包出來就完了 那就刀另外一個位置吧 刀刀刀刀別的位置 要離7號 離7號園 要不要刀人 第一碗不刀人 收益不大呀 不刀人 我過吧 我就不上井了 反正711他們兩個人的局 上井玩家準備發言 哇 藍人都上井 哎呦 我們剛才到了誰啊 10號就有兔兔 剛好如果有兩神 到了6號 6號不上麥耶 不上井 不是個神 10號就兔兔 剛好分出去 就把票給10號 8號日常上井 房老子到過 7號你太行 7號發言 7號發言啊 每個10號 就算是所有人都不跳 也不能投10號 你個村民要 要個警惠 你有留不到警惠留 要了幹什麼啊 對不對 然後你也日常上井 過了啊 站一個神坑 大哥你不說你是行嗎 那玩上了 7號你怎麼不跳熊 喬 你為什麼不跳 不行 我感覺 沒人跳熊 就看一號跳不跳 會咆哮嗎 對吧 你覺得你100%會咆哮嗎 對吧 你說明天咆哮 對吧 如果明天沒咆哮的話 你在我這邊面也是挺高的 好笑的話 我覺得你上一張 對吧 不是熊牌 像一張真眼玩家牌 好吧 然後我這邊 就是一張 日常上井幫分析的牌 好吧 然後我聽到好像是 10號第一個發言人 對吧 7號你不跳熊 我很尷尬呀 我怎麼玩 後面還有11 12 1 對吧 如果有對跳熊的話 把那個給無鴉 給無力 好吧 就看1號跳不跳熊 就看1號跳不跳熊 好吧 好吧 為什麼11號自爆 天黑請離間 哎我的天 不是說不自爆嗎 要自爆也是我自爆 你自爆個啥 11號你說跳狐狸 狼人 你們今晚的技能狀態是 你們 要襲擊的是誰 哎 只能殺6號了 殺5號了 熊啊 晚上我在自爆 哈哈 不能殺5號 我等一下要跳熊的 那你怎麼跳 我跳熊耶 那咆哮了 殺10號了 我 沒有咆哮 你殺一局 他直接自爆了 等下 明天會咆哮 然後3號都不相信5號是 3號都不相信5號 再殺個10吧 我也不知道殺誰了 不能殺5號 人家把他票出去 天亮了 昨晚熊咆哮了 哎呀好尷尬 9號昨晚被誹謗 10號死亡 不怕死定不敢 體而在哪裡 好的很安全啊 這個12號這裡是狐狸啊 第一天查了 11-12-1裡面有狼人 然後11號狼人自爆了 那我就再驗了一下 12-12裡面還是有狼人 那這張1號 1號1號好好錶水啊 2號2號 2號現在應該 我覺得在這裡 那邊應該有點大啊 剩下的交給你們啊 我吵幾號後面歸票了 1號這禮拜就是一張好人馬 然後就是讓他點防守刀 一把一句話沒說 就遊戲結束了 然後沒什麼好說 那12號 那這都發完言了吧 那12號不必克服了 對吧 沒什麼好說 我只能跳烏鴉了 我看 我只能跳烏鴉了 我沒辦法 那2號就是鐵狼唄 我就覺得你們1和12發言有問題 特別搞笑啊 我2號從頭到尾都沒有發言 且1號是上井的玩家對吧 你12號是吧 要是一張真普利牌是吧 有狼的話 第一輪院的是十一二一 有狼是吧 十一字爆 然後你第二輪院的是十二一二 有狼的話是吧 你直接是沒聽1號發言 直接說我2號狼面大對不對 那你把1號放哪裡 你眼中沒有1號對不對 你把2號打成一張焦點牌嗎 所以說你12號是吧 在我這邊是吧 站起來 你吃個狐狸面 你這個狐狸是吧 站起來在我這邊 是不怎麼想扔的好吧 但是後面沒有對調的是吧 然後10號也是一張上井的牌 對吧 然後他也倒牌了 如果你12號是吧 沒有倒牌的話 那1號肯定就是一張鐵狼牌 如果你12號在我這邊 不是 如果你12號倒牌了是吧 那且是一張真狐狸牌是吧 那1號就是一張鐵狼牌是吧 我看得清自己的底牌對吧 然後是吧 5號跳個熊 是吧 然後也沒聽1號發言 和這個10、11、12 是吧 也沒有發言 直接自爆了11號對吧 那我也不知道 這個5號能不能拿得起一張熊牌對吧 因為10號也是一張上井的牌照 也不知道他10號是什麼身份走的 對吧 那我也不知道你52 是吧 能不能拿得起一張熊和狐狸牌對吧 暫且都不是 都不能那個坐實的一張 兩張身份 好吧 然後這邊 是吧 如果5號是真熊的話 是吧 4七有狼 如果12號是狐狸的話 1號鐵狼 對不對 我分析的沒錯吧 是吧 我這邊一張 呃 我就問你12號對吧 你是一張什麼身份牌對吧 好吧 我就問你 報 我說錯了 我就問你2號 你是一張什麼身份牌對吧 但凡你是一張圖牌對吧 這把你完全可以扛出對吧 你12號可以來驗我1213對吧 如果顯示還有狼那1號鐵狼對吧 然後再看明天跑不咆哮對吧 如果明天還咆哮對吧 那就是7出狼 出一動一 對吧 然後1號一張鐵狼牌對吧 如果明天不咆哮對吧 這張5號牌可以直接打飛出去了 對吧 對吧 因為我覺得這張5號牌對吧 你11號在這個位置 場上還剩什麼 對吧 場上10號發完言對吧 還剩112兩張牌對吧 你就鐵鏡呆那裡說咆哮對吧 我懷疑你是一張真眼玩家牌 好吧 你是一張看得清 場上的一個狼位置的牌對吧 我還想知道 你只能用咆哮來打我的臉 我只能這麼說對吧 你只能用咆哮去證明你自己的身份 好吧 這把的話我建議你2號對吧 你但凡是一張不能扛出對吧 一張有身份的牌也可以給我張駕駛卡對吧 我就不推你對吧 那你2號你說你是一張有身份的牌對吧 那你下面說對吧 我個人覺得你2號對吧 這把就是1R出一動一好吧 然後這張4567的話對吧 5號這個身份這把沒必要去聊這張5號牌 這把沒必要去聊這張5號牌 因為看他明天跑不跑跳就可以了 好吧 然後我再聽一下後面的分析 但是歸票的話我建議就在1R裡面歸好吧 小藍仔都死光了 然後說他不扛出對吧 他說他有身份的牌 那我也就不去聊他了好吧 然後你們看後面怎麼出吧好吧 我建議的話是4R中1好吧 因為他說他有身份的牌對吧 那就4R中1都死 我這邊也是一個有身份的牌 但是我現在不想不想跳出來 我要等到下一輪吧 下一輪再爆出來 那我這回我不知道5號是不是真雄啊 然後今天咆哮啊 那我想聽一下5號怎麼說吧 然後我現在這邊已經有兩輪 兩輪死亡了 然後9號李縣 李縣不知道是什麼鬼啊 先看一下後面怎麼發言吧 我準備 反正我就是準備下一輪再爆情況吧 先這樣吧 先拖一輪是一輪吧 我 3你對我幹什麼 你不聊我你聊我那麼久幹什麼 我說跑線又怎麼了啊 我讓4號和6號緊張一下不行啊 讓熊緊張一把 不是讓盲緊張一把不行啊 我說我要嘲笑 還有就是我跟你們談一下邏輯 昨天就1和12沒有發言對吧 狼子爆了 那麼企鵝是不是會在112裡面選動 凡是會晚一點的企鵝 他就會在1和12裡面選動 12昨天晚上技能可用 那麼他動的肯定是1號 動了1號卻又死人 那他證明112都是好人對不對 那麼這把鐵定出二啊對吧 這個邏輯這麼點兒的分析出來嗎 如果是個啟了 但凡會晚一點 他就會在1和12裡面動對吧 因為就他們兩個沒有發言 而且狐狸什麼熊之類的 都沒有對跳的是吧 肯定就會在12裡面選動 如果動了12 那麼 7號你跳不跳熊 不跳熊 我們明天都很危險 他就動的是1號 但是也有可能12號是假的 狐狸因為10號死人嘛對吧 跳熊 哎呀 憋是7號了 7號了第一次發言 這個5號了 你別聊了 你在我這 你在我這裏直接飄浪打 你到現在還不脫1 7號全場唯一真凶 7號全場唯一真凶 我以為5號你第一天 你也就像你自己說的一下 你一樣下下4號和6號 你第二天你還不脫1 你還不脫1 不脫1只有把你飄浪打了對不對 然後剛才你們分析3號分析那個 1號和2號的事 我也沒怎麼沒有怎麼聽 剛才有事了 然後這個5號直接就飄浪打 我不管你們投誰 我肯定單票掛5號對不對 第一天你不脫1就算了 第二天你還穿了衣服 你死吧的你就不脫對不對 好強勢 因為剛才那個也是跑掉了 然後這個6號就是6、8號可能是老 然後6號死了 這個8號應該也是鐵王了吧 對不對 然後然後剛才5號你也不聊聊 你那個熊 如果你是熊的話 你那個那個咆哮的問題也沒有說 對不對 然後我直接把5號不要亂打 我肯定是先先票5 我不管你們1、2都不要 先票5 票完5我再票8 就當火了 這個7號你就有問題 你平時8號8號不要亂打 第一天狼自爆了 你根本看不出來 不來你跑不跑笑好不好 你只能看見5、8 驗5、8的時候跑不跑笑 再說了 今天根本就不是兩個熊的局好不好 請而動一個他跑不跑笑就可以了 局勢就很明顯了 就算是一個狼 你也就是狼尾味已經都出來了 還有12號狐狸的神門 他說驗1、12當中有老 不確定對吧 12號狐狸的神門是不確定的 60都死了 6號沒有上警 那10號上警了 10號也有可能是狐狸 對不對 然後今天 12號我是歸票位 出誰 其實我還蠻想出這個2號 那就出唄 反正我 我歸不了票 9號還離線了 對吧 我歸不了票 但是我是想出這個2號等 然後 起隔晚上不棄那種動 感覺應該動一個7號 7號狼面更大 直接就要把8票狼 打個動機 那就票2 動機唄 對吧 開始投票 趕緊票 票一個出去試一個 晚上再把 再把狐狸給刀了 2號是 1 4 5 2 機票 我就笑了 好吧 你3號跟我帶頭 是吧 1號聊了他身份嗎 你告訴我 是不是 這12號直接肯定是有問題的 是吧 然後我來跟你們好好盤 好吧 好好盤一下 我就跟你們收 好吧 上井的是吧 5號他聊了 是吧 他是一張熊排 10號沒有說話 是吧 然後狼人怎麼可能 不到5號而且到10號 對不對 10號沒有說話 那10號能拿去拿什麼身份 5號一張說了話的 一張熊排 對不對 他們等著那個熊咆哮 是吧 不到5號嗎 對不對 蛤 你告訴我 是吧 到後面是吧 10號也沒有對跳的 是不是 然後這5號肯定是 拿不去一張熊排的 對不對 他一張在警署上 發完你鹽的人 是吧 10號他一張沒有發完鹽的 那個警署的玩家 對吧 10號倒牌 他5號為什麼憑什麼不倒牌 你告訴我 啊 你怎麼可能出到我2號頭上來 你3號 你3號是不是狼啊 你告訴我 啊 他1號有什麼有身份嗎 你告訴我 3頭1啊 對 你讓我扛堆是吧 我沒話說 是吧 畢竟我是前自為發鹽 對吧 然後這個12號也 你1人 有狼對不對 然後這個 8號是吧 你們所有人都直接把那個 是你3號直接把焦點 打到我2號頭上來 然後後面直接跟風是吧 狼跟風是吧 8號絕對是一張鐵狼 來我就這麼聊好吧 5號也4張拿不起一張熊排 一張熊排的人 5號一張鐵狼 1號一張鐵狼 因為12號沒有對跳的 我一張好人走的 是吧 我一張好人走的 1號肯定是一張鐵狼 是吧 5號一張鐵狼 是吧 8號在後面是吧 他說不太不規定 很明顯直接說 2號好吧 5-8三郎1號鐵狼 好吧 5-8三郎1號鐵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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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三郎都出來了 沒有把我盤出去 很好 很好 狼人 你們今晚的技能狀態是 你們要襲擊的是誰 這下到誰啊 8號還是12號 8號還是12號 8號應該是12號 他說那個12號不確定吧 因為他昨天動力 不是12的時候 在那邊站著 然後下去你們直接把我 7號給偷了 直接我偷 突然卡了 好的 感謝 感謝系統讓我先發言 昨天驗了1213 裡面還是有狼 如果3號有身份的話 可以直接拍死這個12 我3天的查驗都已經爆完了 反正也沒什麼用了 對吧 狼人刀不刀其實也無所謂 還有剛剛我想聊的是 剛剛那些名狼 直接拿兩個死人來拍我這個身份 那你們可以跟我對調啊 可以搅一下局啊 那現在沒人跟我對調 你們還跟我聊什麼 就這樣破啊 1號跳不出去了 怎麼辦 如果有身份的話 這個1號直接拍死啊 沒什麼好說的啊 反正2號是狼 那你如果12號 那你如果12號 我有點不相信狼 如果你12號是整次獨立的話 那我看清我自己來 1號你自爆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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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2號是平常的唄 那5號就是正熊 那8號 你看夜間倒白 那8號就是好的人生回 對不對 你2號整天說的什麼 183號 你自爆 那後7號帶走12號 再加上1號412號自爆 那籃牆全出來了 可能嗎 搞笑你嗎 我這裡邊買一張褲子牌啊 如果認推的話 我這個局面 我不認 我不認康推 那如果說要抖票我 那我也沒辦法 那你3號 不知道你什麼發言 那如果你12号,如果3号要增设身子,那你12号这个身份啊,就很可疑了,对不对,没什么我说的,不要给我加字卡了,3号,谢谢啊,不用给我加字卡了,就我只能这么爬,对不对,他2号,他走的时候,对不对,他说58双狼,12底狼,因为我看,我不知道58怎么身份,我看清我自己身份,我是好的,对不对,我是一辆兔子盘,那8号夜间倒台,那狼可能自刀吗,对吧,好笑呢, 对不对,那8号就,那5号肯定是好的,对不对,那2号就是狼,对不对,如果你12号要这么爬的话,那12号就是皮狼,这么简单,过了啊,如果3号是身姿的话,你还找身姿呢,还要是啥呢 呃,我觉得啊,场上如果三郎的话,是不是直接绑票了,对吧,才用演什么东西,对吧,我给你,所以12号的身份,对吧,在我这边是做实的好吧,对吧,场上有三郎是不是直接绑票了, 5,7出一了,对吧,今天还咆哮了,很简单,对吧,我是说今天如果不咆哮,对吧,打赔你这张5号,哎,哎,有问题吗,这没有问题的好吧,你今天还咆哮了,你的面,对吧,在我这边比7号高了好吧, 7号一张没上镜的牌,对吧,跳熊,对吧,然后11号死了,夜间10号死了,对吧,5号他说的什么东西,对吧,他第一天说必定咆哮,对吧,我不相信,那我只有50里面,对吧,认真熊的,对吧,你7号淡反,对吧,你7号是在我眼里拿不,拿不11张熊牌的好吧, 然后12号这个身份,我是信的,好吧,如果,对吧,厂商有三郎,直接说绑票就得了,对吧,那就没必要演了,对吧,然后12号是真狐狸的话,对吧,他验的12,1,3,对吧,那就1号,对吧,这吧,直接出一,好吧,然后57的话,几个应该是死了,对吧,应该,要不就是9号,要不就老早就死了,好吧, 一天都没动罪人,对吧,这吧,先出一再说,好吧,57是猪黑狼王的,好吧,这吧,就全票打费这张1号牌,过12号,对吧,我觉得12号,应该是拿得起一张狐狸牌的,好吧,过了啊,嗯,那,那就,我也不知道说啥了,好像,跟票吧,我也没办法,完了, 哎,3号,你们一直对1号,我能认得下你是这张牧牙牌,对吧,因为你要把屎拉在他头上,啊,4号,你也不好好飙水,啊,7号肯定是黑狼王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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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想出他呀,不念事,9号,要么死了,要么,完了,完了,1号之宝, 哎,还有希望啊, 嗯,就怕明天把我票了呀 狼人,你们今晚的技能状态是,你们要袭击的是,你们要袭击的事 那企鹅应该是死了,到谁呀 随便杀,随便杀,随便杀,等一下一定要先把我的7号票了啊 就怕他们不票你呀,他人家会乌鸦怎么办 你咱俩都票我自己就行了,咱俩都票7号,我,我连技能都用不了,我会很伤心呀,对不对 这关键是他有个乌鸦在诽谤一下,我们票不中你呀 他等下都票我就糟糕了 哎呀,没办法啊,这边 离线了一个,是吧 那这轮只能票7了,对吧 我这边才是真的乌鸦呀,那个3号应该是替我挡刀的 那这轮只能票7了,没办法 这是图名局呀,大哥 没办法,只能投7了呀 3神在场,9号是个名啊 投7吧 是吧,投7,这没有办法 哎呀,我说3号是乌鸦,然后他们就把3号给刀了 不是图名更快一点吗,是吧 啊,那个,我建议啊,就是图名更快一点,谢谢啊 直接把9号杀了就赢了,对不对 所有狼的投7号啊,投7号 然后7号还有一个诽谤,谢谢那个乌鸦了啊 哈哈哈哈 所有狼全部投7号,全部投7号 哪里来的所有狼,就你一个狼了好吧 就直接赢了 过了啊 呃,这个说了不是狐狸只能查商业吗 为什么昨天我还能查 我,但是我昨天网上查的是345里面有狼啊 那现在3号死了 那是不是,应该从45里面出呢 怎么会出到7号投上 那那现在,那那现在5号你要盘7号是狼 嗯,对,然后那那你把4号放在哪 然后,然后这个7号又说,7号也没说出谁对吧 但是我昨天晚上查的就是345里面有狼 那这把是不是就应该出这个5号啊 反正57是开黑狼王的 那好,出5号啊 所以,那个4号别鱼啊 这把5号啊,要3票才够啊 那个7号头上有个诽谤,对吧 然后他就有2票嘛 哦,对 你要对,你不能投7号 你投7号他们就赢了 所以,这把必须出5 什么 才取投票 那抽7 那抽7 7号是王 太久了 太久了 12号就还相信7号是熊 我说 9号被黑狼王带走 狼人胜利 哎呀,这已经赢了 哎呀,12号呀 4号也是狼了 对吧,我就说 这把怎么王都不行啊 你因为上司屋里面是狼啊 那还有一个黑狼王怎么办 知道呀,是不能赢呀 你们绑票了干嘛不直接说呢 对吧,浪费时间干嘛 不是,乌鸦你死了 为什么7号头上也拖屎 就把你乌鸦,乌鸦那拖屎乱拉 知道吧 拉到我头上了吗 就不好打了 不是,你知道吗 他们直接除名就赢了呀 还去打个人 杀个三干儿子 我在想 你们是要多会玩呢 是吧 人家12号直接不听亚发言 直接说二号铁了 是吧 你们直接把我二号推出去 对吧 你们多会玩呢 我想,不是 我想到了 企鹅死了吗 企鹅没死出你 企鹅死了